大家好,我是安省奉仁公所的子席 也是我们新委同餐会的一个副会长 也是江苏大学校会的一个会长 但是呢,我来加拿大就快40年了 我们新委同餐会的成立今年是92年 高祖父他们成立下来的 所以对加拿大这种社会呢 从清朝到现在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一说那个犯罪率除了人口更多 可能犯罪率更多 正如历史讲的 这个要看那个概率 不是看那个多少 以前的100元有一个人 甚至1万元有10个人 但是那个率还是低的 从整体来看全世界 加拿大的犯罪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这个不得不承认就一点 你说我二十几天来 加拿大那个治安很好 那我是来了差不多40年 我来的时候根本门不用带钥匙出去 门就打开了没人进来 但是现在人多了 可能新移民来了 他们生活过不去 可能就要想 但有的是毒品吸毒的 那种吸毒的你没办法 老爸他就要抢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不是针对华人 是针对什么人 他就是逼着要抢这个东西 所以历史讲的对 这个问题不是华人社区 还是社区华人 这个分清 所以法律上 你说个政府 这个是三级政府 法律是联邦制定的 你不能叫省政府来管 司法 皇家骑警来管理这个地方事务 所以我们要分清三级政府 这智能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养老金没有了 又是骂那个省政府 养老金的联邦 那个卫生不好了 交易不好了 没卸位了 又骂联邦金属 那那个地方政府搞的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三级政府这个之前 我们才能发新 怎么发新法 所以特别现在 我们中国 跟那个加拿大 那个金属关系 比较敏感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搞得不好 研究就又把我们靠帽子 所以就上个星期之前 这个副主席 还有胡言炮 就跟我们 搞了个座谈会 就说 特别我们华人社区 现在那个立法搞的那个东西 我们发新的时候要小心 搞不好 你说你要外国干涉 可以判你最高的 可以无期徒刑 那你就杀了人 也不一定判你无期 但是你就 你就干涉那个法律 你就判那个无期 所以你加拿大法律 你没办法 你要改变 我们只能华侨 华人 要他们出来投票 他才重视你的声音 你不来投票 你没那个精致力量 你没有那个声音 所以印度人 他们比较团结 投票的印度人 很多人出来 所以接点 印度人就很厉害 他们一个经理 我听话 我就请印度人 那中国人 还是中国人的经理 他不敢传请中国人 他就怕 我请中国人 是不是又说我什么 是美国的大学 很多人 都是印度人当校长 他就敢请胡校长 但中国人 在美国也要当校长 他就不敢请 他就怕 中国有点传统 就是一个怕事 是我守我的法就行 我干好我自己 不管别人的东西 但我们现在 就必须要站出来 所以接受华联会 开这个会 是很必要的 但是我们怎么发信 这个律师所都说的 发信的方法 我们要慎重 不能随便一发 发言人家就说 你还要搞什么 精致目的了 所以一定要说 我们比如刚才有在说 这个安莫斯给杀了 这个经济给杀了 其实那个经济 我的时候 有没有老乡 香港过来台山 给杀他的人 也是我们老乡开拼的 我们也认识 但他们之间有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特实性 不是普遍性 是好多普遍性 跟特实性 我们要分开 至于那个偷车的 为什么我们老会感觉到 都是华人 为什么 就我们华人的比较勤劳 比较喜欢那个好车 可能偷 我就肯定偷个好车了 为什么都一样偷 我为什么要偷个叉的车呢 可能保时捷 宝马 奔驰 偷了 我为什么偷一个 Ford 偷个什么的 美国的车 那肯定不会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华人那个是 比较喜欢用现金 是为什么前段时间 老是那个华人餐馆里面 打那个餐馆就抢 现在好多上场就是 没有现金的门口贴在里面 这种华人是喜欢用现金的 所以他就针对华人 所以刚才说了那个实际广场 那个肥老生 你做了那么大的生意 肯定用现金多 包括你福建那个超市的老卫他们 你做超市的 收现金很多 我肯定就请你们抢了 他就我们就在讨论 我们这些实际上都讨论这个问题 这事否有的是华人跟西人 他们一个集团 犯罪集团 给情报给他 就抢 就偷 有没有这种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普遍的特色 是我们要发心的话 就讲好这个事情 不能随便就说 哎呀 社区什么的 我们有数据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要改变这个法律 不是一天两天的 甚至十年二十年 现在加拿大就这样的 你的立法 你的手法 情本高 犯法 情本低 偷了个车 警察扎进去 几个小时放出来了 前段时间有个视频 一个西人那个梨子 拿了五百多钱 那个在塑培那边 你就不能扎他 他最后他们偷不了 放电就走掉了 你就没事了 那个就是犯罪成本很低了 我就今天给你一下 我放电 我下一个小时 我又另外一个超市 怎么又偷了 就没有办法 是个法律层面 我们是否进入 我们历史说的 这个法律情绪是联邦的 我们是选举参加来 那个议员 我们是不是跟他说 这个慢慢地改 一条一条改 比如说超市 承往金流城 他当时 好多就看到 那个人的偷东西 他就专门看到他 你这样的法律就说 我拿掉东西没结账 没出门口的时候 你不能扎我的 我还没结账 一出门口的话 就跑了 你跑得够快 他那人跑步 跑得比我们的快 他就已经拿个车 追到他 就把他拉到那个温里面去 他说你非法禁锢 那个偷东西的 他就很轻点 但你非法禁锢 那个形式 你碰得很重 是为了这个事 但是我们法院学区 那种搞得很大 就是为了他的事情 法律就改了这条 修改了法律 是不是赢了不赢了 是联邦层面 把法律所谓改了一下 所以就法律的东西 就不止一朝一夕能改的 但我们就要争取这个 跟联邦说 比如说那个地区的 你偷 我们加强警力 跟市区里面的警察 要沟通 跟加强警力 那你市政府 现在有的市长 有的说 哎呀我警察要 cut那个 budget 你cut了那没钱了 没钱就请不到警察 就没人上街去了 所以我们 要选哪些议员 那我们就拿我们选票去 说话 人家才听你们的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法院学区 就怎么了 我法院会要过学区 我们要发动自己的会员 出来投票 都没有人家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